走到哪多高人气 民众们直接市长市长的叫 蒋万安笑得开心 来到士林慈闲宫 参加马祖祭典 合照拍不提 除了内政部长徐国勇 整个市北区 不管现任的还是想选的 蓝绿白全来了 蒋万安也越来越有母鸡姿态 自家候选人跟紧紧抢曝光 只不过现在传出 会积极跑市北 是党内一份民调显示 这三区状况胶着 我没有看过这个民调 我想一直以来 民调都是起起伏伏 大家也都是作为参考 但对我来讲 不管民调如何 我都是持续在地方请走 只说没看过 若有民调也是参考又 不过不止市北 中正望华和港湖 这三区都传出 是蒋万安重点立拼区域 在地议员也证实 确实有和他团队讨论过 在内湖南港的部分 他确实跟黄珊珊是比较焦灼的 这个他有提醒我 也有跟我讨论说 看地方也没有比较 行程比较多 然后提醒他 士林北投 还有中正万华 特别万华的部分 这是比较绿营 传统优势区大本营 他也希望说 透过多跑多了解多互动 毕竟港湖是黄珊珊起家地 团队曾讨论要和 蓝营在地议员联合拉台 但又传出 就是因为民调结果不理想 所以党内才低调不公布 各区只要民众有需求 服务就在哪里 对此国民党北市委员会 也发声明澄清 三月开始做的一系列民调 并没有针对蒋万安个人 只有各选区议员和潜在人选 但蒋万安特别勤跑这三区 似乎也代表真有危机感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